现在中国的一气大众 一气大众的长春啊 一气大众的他们的经销商 在4S店 在很多中国的地方 中国的城市 现在有的店每个月亏60万 每个月亏60万啊 这些老板呀 员工啊 部门经理也都非常焦虑 一个月60万 一年就720万 现在完不成任务 没有销量 然后还得开着店 雇着人 人吃马胃 对吧 水费电费税费 对吧 这全是钱啊 瑞典首都发生爆炸了 瑞典 瑞典首都 昨天3月5号 首都斯德哥尔摩 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有7个人受伤 在斯德哥尔摩南部 有一栋公寓楼的楼梯间 发生了爆炸 5个人受轻伤 一个人因涉嫌犯罪 应该是他按照炸弹被捕 然后凌晨 在斯德哥尔摩 叫利丁俄的一个地方 一栋公寓楼入口处又发生爆炸 两个人又付了轻伤 现在啊 正在调查这个 两起爆炸案件之间是否有联系 现在有一个著名的房地产 叫金帝集团 现在有一笔43亿的抵押贷款 货批了 抵押物是北京金帝中心的股份 交通银行啊 这个金帝集团的融资计划 现在逐步的落实了 交通银行批准了金帝集团 它是在上证啊 上海证券的那个 他这个代码是600383.sh 有一个抵押款 抵押物是金帝集团持有的 北京金帝中心的股权 这笔贷款的金额是43亿 还缺钱了 找交通银行要钱 交通银行说了 你得有抵押物 就拿他这个大厦作为抵押 北京金帝红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北京金帝中心 百分之百的股权 金帝集团间接持有70% 另外30% 由北京国资企业的 北京一清控股有限公司 成员公司 北京金帝红运持有 北京一清局跟这个金帝是有联系的 他们可能是一码事 这个 一清 我原来就一清局的 我原来在伊利食品厂 跟美国合资的 那个纳贝斯克饼干厂 那个像北冰洋啊 像这个北京第一食品厂啊 像伊利啊 都属于一清局 那会儿我们就去一清局 有一个外京贸处 就在登市东口 内屋不接 八口的一个小二楼上 我们那会儿进口汽车 我们的合资公司 还得一清局的外京贸处 给我们盖章呢 高盛 现在高盛也说了 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 高盛 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 警告 不要投资中国了 强调中国市场 现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高盛都说了 看来啊 海外投资界 对李 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非常失望 还有的说 从没见过一个历史上 备受欺凌的民族 如此恶毒的侮辱一个 正在坚强的抵抗侵略的国家 中国呗 被俄国 对吧 占了那么多地方 那么的被欺负 现在乌克兰同样的 在反抗侵略 中国还攻击乌克兰 是吧 弄得这个人格都是分裂的 价值观都是扭曲的 几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天问式的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几十年 按说是创造了不少的财富 为什么现在企业是一身债 政府是一身债 老百姓也是一身债 那我们创造的财富去哪了 被贪官贪污了呗 这还用说吗 对吧 看你刚从六BG出来 您今天都买了些什么吗 这个辣椒跟那个 咸菜丝 就这个这个咸菜丝 我是特别惦记这个的 六BG的酱菜 哎 这小咸菜丝 甜丝丝的 然后带微微带点辣 然后这个这个上面撒点这个这个 芝麻 哎 我特别就是馋这口啊 是吧 这六BG的酱菜还有天圆酱圆的确实不错 是吧 还有什么天福号的肘子啊 什么月圣斋的酱牛肉 哈哈哈哈 到乡村的松人小肚 是吧 好吧朋友们